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这之间呢有很多像我们一样在坚持梦战的老玩家 也有好多新入坑的小伙伴 那关于可能这个中韩对抗赛这个比赛还有很多新玩家不太了解 那么请K神给大家介绍介绍呗 好的 《梦幻模拟战》手游大约是在19年中登陆的韩国 所以韩服大约比国服晚了一年左右的版本 在国服梦战临近两周年之际 国服一位叫做西西的玩家牵头 在梦幻模拟战韩服的BBS上发出了邀约 想与韩服玩家进行一下巅峰交流 此举引发了韩服玩家非常浓厚的兴趣 之后由著名韩服的主播 Pure and Soul联系并组织 在2005月进行了第一场兰德杯中韩巅峰交流赛 我曾经问过西西兰德杯的意思是什么 她说英文英语 意为兰古丽莎世界杯 时至今日已经是第四届比赛了 哇原来这中间有这么多的故事啊 你说起西西我倒想起来了 因为西西我倒是挺熟的 她好像是你们服务器的玩家 跟你是一个团的吧 对她跟我是一个女团的 我们很巧 我便西西是第一年 梦战开服第一年就认识了 然后那时候跟西西这位大佬还挺熟的 那时候也是我们 就是K神啊 上我们一头一起组织的 第一第二届比赛 现在想起来那以前还很怀念 梦战有不少的比赛 都是由玩家自发牵头的嘛 但是这次中行对抗赛不一样了 这次好像是官方给了很大的支持 对吧 是的 也是做了很多工作 那让我们看一下比赛流程 对吧 还有官方这次提供了哪些奖励 是的 这次比赛流程是总共有四个环节 然后呢 每个环节都安排了一些小奖励 所以说这次来直播间看 直播的小伙伴可要注意啊 这是很多很多福利都要错过了 那具体是什么样的福利呢 稍后再说 我们这里先卖个关子吧 你先说一下这个比赛吧 好的 稍等一下 让我们看一下比赛的介绍 首先这次比赛的模式跟以往都不一样 主打就是一个娱乐 这次比赛的模式是玩家投票选出来的 官方在周一的时候开启了投票活动 最终选出来的两个模式 一个是谁说只有SSR才算英雄 以及最初的竞技场 那这两个模式应该挺有意思的 而且都是玩家自己投票选出来的 对吧 那都是大家想看到的模式 立法可以消消的期待一下 那这次官方还设置了两个特别的成就任务 一个是单场作战时间 如果是大于25分钟 或者是小于25分钟 都可以得到其中之一的奖励 然后呢这单场的作战时间是不算作于比赛的 比赛的时间是去除掉的 就从开始战斗开始计算 另外一个奖励是看回合手 一个是单数回合 一个是双数回合 那不管怎么样 反正总能拿到一份奖励 而且这两个成就奖励 都是适用于两场比赛的 就是一共是可以拿到四份奖励 挺不错的对吧 那我许愿这个魔刀石奖励 和这个圣魔券奖励 我觉得这两个奖励是最好的 这两个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想要 皮肤券也不错呀 皮肤券你白条的多的话 可以换一下皮肤也挺好的 皮肤券的奖励也不错 观众们把许愿的奖品打在弹幕上面 是的 大家想要什么奖励可以打一下对吧 一会儿说明用功能想是不真了 把这二选一肯定能拿到一个 好的 那我接下来说明一下比赛的规则好了 好吧 这次的比赛其实挺有意思的 首先一个是谁说只有SSR才算英雄 然后这场比赛当中 比赛阵容只能选择SR和R卡英雄 然后注意不能使用SP形态与SP技能 那就是说像弗雷亚 海恩这些英雄 那就使用起来要相当注意了是吧 是的 就是他们SP的技能是没有办法的 对 但是不能不能不能使用SP形态和使用SP技能 那只能使用他最初的两种形态 就是要么是法师或者是圣证 就是SP的是不能用的 对 那参赛选手就要注意了 这个是要注意的一个顶 嗯 然后3C的话是不影响的 3C技能是可以正常使用对吧 对 是的 还好 这次好像SR里面的初SG形态的英雄也不多 受影响的英雄好像也不多 反正就比较考验选手的选择吧 让我们看看到时候选手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一个战术策略 嗯 然后下一场的话是最初的竞技场 这是第二场的一个比赛模式 比赛阵容的话只能使用截止到传说的超传说的超新生版本的60位英雄 呃也是同样的不可使用SP形态与SP技能 传说的超新生这个版本的话就是 呃 SIGMA 啊 SIGMA的版本 SIGMA和LAMDA那个版本 对 那相当的复古了 那时候我记得好像传说大队啊 传说的英雄比较弃生一点对吧 是的 是的是的 呃 那时候我记得强势的英雄有像波战鲁 嗯 对啊 波波 然后魔女 尼斯蒂尔 对 那时候还是波波魔女的天下 好恐怖啊 那时候魔女真无敌 嗯 是的 嗯 这个版本也是比较怀念啊 很久很久没有感受过了 当初被魔女支配的恐惧对吧 让我们再回忆一下 那接下来 接下来可能 就是大家感兴趣的环节了啊 发送福利的环节到了 K-SEN 后面 我们要开始抽奖了对吧 这次我们 是 官方一共给大家准备了 总共五道题目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题 然后呢 回答ABCD 把ABCD的正确答案发送到弹幕里 就可以参与的是抽奖了 嗯 每道题 我们会抽出两名幸运儿 嗯 给予两价值200元的京东卡啊 200元 或增加时的京东卡 那这个京东卡呢 我们到时候具体 嗯 如果是过奖了 我们会以斗鱼的私信的方式 发送这个 那个卡号或者是卡密到你的私信的斗鱼的 那个斗鱼的私信里面 注意查收一下 然后你怎么知道自己获奖了呢 我们请关注一下就是 《诺幻魔女战》的公众号 就在最近几天的公众号之后 就会公众获奖名单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获奖 如果你获奖了 那赶紧回到斗鱼查看私信 就可以去查收这个京东卡的奖顶 好吧 K-SEN 还是比较激动的吗 好的 好的 哎我刚刚给大家准备题目去了 啊 那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颜帝啊你也可以打开一下 等等我等等我 我也要去对 好 一道题就有可能会中奖 每道题都会抽中 哎我看大部分这边 这边上面已经怎么做 哎已经发起来了 难道你们都已经达到题了 我这边都还没放 他们已经开始回了 啊这个有点过分有点 怎么办呢 题都没出就有答案了吗 好吧 那看样子大家都准备好了 眼底准备好没有 准备好我们开始准备第一题了 嗯来 好请看题 下图解影是哪位英雄的武器 A.泽瑞达 B.尤丽亚 C.博洛朗蒂亚 D.阿卡亚 这个泽瑞达好像不是用法证的吧 这应该是个法证啊 A跟B已经试掉了对吧 白毛肯定不行 然后B.尤丽亚也不起 B.尤丽亚我记得没有这么奇奇怪怪的东西了 好 限时一分钟啊 水友们将答案发送到公屏上面 是的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应该是C跟D里面 我跟K.尤丽帮你们排除掉两个了 哦你这个排除了对不对啊 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反正错了我也不归锅好吧 好 我这个一眼我觉得看出来就看出答案来了 对 不知道 这个 这个英雄应该是K.K.K.比较喜欢用的英雄 就一眼看出来谁的武器 嗯 曾经 曾经我记得啊 我记得梦战的一个 那个工作号上是这样说 这个英雄 他会改变梦战格局 让你们知道 哦原来战旗游戏还可以这样玩的 哇 哇这个英雄有说法 哦你这么一说我 知道了等于把答案出来了 对吧 有没有这个印象 嗯 知情挺好 确实好像是有这么一段 好 时间到了 我们看一下答案啊 答案是D 果然是卡呀 呵呵呵 对吧 我相信大多数应该都答对了吧 这个人家都能看得出来 白给白给 送奔纪 哦 好 那看样子 炎帝对自己很有信心啊 那不知道下一题 炎帝 抽到我 抽到我好吗 我现在 我现在就 值得 抽奖 抽到我 好 那看来都准备好了 我们看第二道题 来 下图 哪个不是朱利安所属的阵营 嗯 A 黑暗 B 流星 C 战略 D 转身 转身 完了 哎呀 完了完了 这个 炎帝对于朱利安这个英雄是否了解呢 这早忘记了 现在出了这么多新英雄 各种各样的英雄 谁还值得阵营啊 小伙伴们将自己知道的答案 打在公屏上面哈 快抓紧时间啊 现在游戏登录的 兄弟们抽到朱利安的上去看一眼哈 这道题也是白给你们 对 可以 现在还可以上游戏看一看 赶紧看一看 教你们的作弊的办法 好吧 现在赶紧上游戏看一眼 我是真不知道 炎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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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先选一个呗 我觉得暗黑不太像 好吧 我选A 按照炎帝的打法 我感觉朱利安应该不是你平时常用的英雄 那肯定进不了我盒子 哈哈哈哈 只有龙这种适合战 哦 是的 是 炎帝比较喜欢防守反击对吧 嗯 是吧 我喜欢等着对面先过来 嗯 好 时间到 让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是不是A 正确答案是C 啊 我错了 那显然朱利安的话 他是黑暗 他不是战略的 对 流星 和转身 反正朱利安这个例会看上去 就不像有战略头脑的样子 但是现在战略阵营很强势啊 是啊 尤其是出了格伦以后 但现在格伦刚出巅峰退休皮啊 怎么办 要怕退休了是吗 以后就是龙妈的天下 这个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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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都是出一个皮退休一个 怎么办 哎哟 接下来我们准备看下一道题 这是谁的摩托车 哦 摩托车 C2的 B 索尼亚 C 银狼 D 沃尔纳 知道答案的小伙伴将 这倒我就不相信 玩过奉战的人会答不起来 这倒绝对是白送 送奔起 哦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那银狼肯定不行 对吧 银狼跟施拉达先吃点 哦 银狼 银狼是 好像基本上都是走路的对吧 银狼 他也是有骑兵形态的 骑兵形态人家 骑的是马 你见过他骑车吗 哦 原来 原来 孟战里面还有开车的是吧 嗯 这道题 我相信 这件无意当中 就无意当中 对吧 点地就把答案告诉大家了 是的 这道题我就不用说好吧 只要下载过 木战玩过的 应该都知道 都知道 我觉得这个皮肤 好像不是 初始的吧 这 就是 超能力的吧 超能力 D跟D里面选一个 对吧 好 那时间到 我们看一下答案 答案是D 沃尔纳 这辆摩托车太标志了 就是小摩托工啊 这是当时沃尔纳出的 1666那个 回响皮肤 回响皮肤 回响皮 光是回响皮肤 对 这个是回响皮的皮肤是吧 对 哇 我记得 记得 记得 K嫂对于这个皮肤的 感觉就是 村主家的 村长家的傻儿子 哈哈哈 他没有看上这辆摩托车给你买一辆吗 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道题啊 接下来是第四道题 观察下面海报十秒钟 哦 这好像是 看十秒钟 哇 取得图里这么多人 还剩五秒 完了完了完了 你也都看花了 二 一 好 位于图片右上角的人物是谁 A 利昂 B 巴恩哈特 C 何中少女 D 路希丽丝 完了 这谁 这谁能看得清 我就不信刚刚有人看清了 这个 按照 按照我以前学渣的经验这种 对不对 就是 三长一短选最短 嗯 那你要学李昂吗 但我一样说好像不是李昂啊 我李昂我都没看到他 我感觉 没看到李昂吗 你刚刚看到谁 我没有看到 我就看到中间的白毛和马修站在一起 他们站得很近 嗯 你在嗑他们这对CP了 啊 是啊 那我知道个安天命 那那那那严地严地你 你觉得是谁 你觉得是谁呢 我觉得像壳中少女 选C是吧 嗯 嗯 诶 好像是的 是吧 不知道直播间的小伙伴记得是什么 更安天命吧 我是真不知道 我乱想的啊 错了别怪我啊 不要跟着我去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答案 答案的话是B 巴恩哈特 巴恩哈特 王帝这张脸 我去 这么大吗 他右边 我看到了 但是还是个侧脸 然后丽阳这张脸有点小 怪不得我没有看到他 我到现在都没看到丽阳站的 这个太考验眼神了好玩哦 是的 是的 啊 不知道小伙伴们答对没有 嗯 那这道题 可能答得就觉得 有点阴损啊 我不知道下面道题 会不会更加阴损呢 相对来说 答对的话 抽奖的概率就高了 对吧 抽中的概率就高了 是的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还有最黑的 最后一道题是吧 最后一道题 哇 好 那各位准备好 吃灰了 嗯 观察下面的皮肤10秒钟 哦 这是克拉雷特啊 又要看10秒啊 哎呦我的天 赶紧呢 子子试试 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看个透好吧 三 二 一 好 有几朵 湛饭的荷花 完了 我只看了 完了 看了克拉雷特 克拉雷特吃了什么 对 克拉雷特 这是这是克拉雷特的中秋皮肤啊 我记得 是的 嗯 A是五朵 B是七朵 B是三朵 B是一朵 哈哈 我随便选一下吧 我真的没看 我全在看 两剑筋 我就盯着卡 一次再看 吃头吃尾 我们吃掉最少的 跟吃掉最多的 选当初的肯定 那我选C 我选C 那我选A 反正一根吃 我这大头小头都选C 比较靠谱 好 不知道直播这些小伙伴们 哇 这直播怎么答案都是清一色的 我怎么感觉我错了 他们都选什么了 他们都选A 不知道A对不对啊 让我看一下答案 一二三四五 诶 真的是A 他真的是五朵 诶 眼帝答对了 也恭喜直播间选A的小伙伴们 那大家注意了 这几天的公众号 就梦战模拟战的公众号 大家多留意一下 好吧 多留意一下 然后会在公众号上公布 这个新人玩的中奖名单 一旦中奖之后 你赶紧就到斗鱼去 查收私信 然后这个奖品会以 京东卡卡密的方式 发送到你们的斗鱼的 这个战内信中 也就是信中的 注意查收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很开心哦 两百块钱 这个奖励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刚刚前面三道题 我觉得都是送风题 后面两道题 如果 比较阴间一点 如果你不截图保存 德恩来看一下的话 我觉得还真的是 有点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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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比较有技术难度的 像朱利安阵营这个是 比较难为原地的 对吧 这个没难度啊 我上游戏看一眼 我就知道了 哦 也是啊 也是 这是个办法 是个办法 这倒不是摆给提 嘛 嗯 好 那比赛也差不多要开始了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比赛吧 怎么样 嗯 好的 好的 比赛前的话 先给所有直播间的小伙伴发一份福利怎么样 又有福利了吧 福利这么多 开赛前我们这边有一个福利兑换码 对话码是LWC20231118 这前面三个字母应该是 好像比较熟悉啊 有什么说法 Langrisa World Cup 应该就是兰德杯的英文音译吧 兰德杯的读学 对 这个还是有意义的 对 对 2023就是个时间了 开场期 那不就是今天吗 嗯 11月18号 嗯 嗯 对 这个对话码是全服务都有需要的吧 对对对对对 所有玩家都可以兑换 兑换码的话 就是说 呃 你可以关注 《梦幻模拟战》手游 公众号 然后上面有个兑换 兑换码 嗯 或者说 你在游戏客户端里面 点击你的头像 也有一个兑换码 在里面输入就行了 注意啊 两种兑换方式都可以 对对对对 呃 LWC2023 LWC2023 LWC201118 嗯 这个对话码还是比较好记的啊 这个全部的兄弟们都可以去换一下 全虎奖都有效的 嗯 这个武区之魂 这个武区之魂可能新区大佬比较喜欢吧 因为这个东西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升级武器 我 我觉得老区玩家也很缺啊 嗯对 他们喜欢用武区换来换去对吧 对 我的好朋友垂垂一天到跟我抱怨 嗯 对啊 这个东西只能用红花纸 球不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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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然后为什么不够呢 我一看 唱他号一看 啪 拉娜有四件专属 拉娜有四件专属 哇 你这个可是个土豪大佬呀 一个人换四件 开始开始清风满月我还觉得正常 到后面什么 荆棘钢铁都出现了 荆棘钢铁这次走邪门弯道了 被谁败了是吧 对对 被被人误入歧途了 嗯 好 那让我们接 让我们介绍一下比赛选手吧 可以 那这次是谁来参赛呢 比赛选手 我们国服玩家是摩仁波 摩仁波 韩服选手的话是Nabiton 两位都是冠军选手啊 是的 摩仁波好像是我们国服 土豪的一位冠军 实力也是非常的强 对是的 Nabiton好像是 韩服选手是我的粉 什么 为什么说看到我看到我就来了呢 对 他这个参赛感觉 就是直奔你而来的啊 哎 其实吧 那我印象当中 啊我我我是参加了第一届和第二届 盐底也是参加第一届第二届吧 是的 我跟你第一第二届都参加了 我跟你讲 嗯嗯 曾经也是为国争光过是吧 嗯对对对 然后看样子以前留下的比较深刻的印象啊 不知道你对别人做了什么啊 让人家这么这么能惦记 我我很期待 好吧 他是为女本吗 Katron 他不会是为女本吧 希望只能说希望两位选手在兰德杯玩的开心哈 好的好的 嗯 那这两位选手也是参加第一场就是具有SR的战斗 对 呃让我们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比赛地图 哦地图也定了吗 嗯对地图定了 好的 是双墙异多 嗯 这张图有说法了 Katron 中间四个城墙当中一条河地形比较复杂 你觉得什么样能比较好发挥这张地图的优势 我觉得 如果说如果说呃英雄的小兵当中有机械骑士的话 那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在这张图上发挥的 对对对对 自动力拉满 嗯 或者说是一个英雄属性特别高 嗯 特别高 如果说站在中间四个城墙的地形上 上 就会有非常不错的效果 化身为城墙鲁布 对吧 对 第一张图 就比如说第一章第一场比赛的话是SR和R卡的一个对决 对吧 嗯 那我觉得应该选手都会用SR 那我应该当中我第一个第一个英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对吧 城墙战神 霸尔加斯 霸尔加斯 我吃 诶 诶霸尔不行哦 霸尔 霸尔是它是可以用 但是它不能用它的FT形态 对 你只能用它N卡的形态 对 那只有TB 你叫TB 对 那那 霸尔加斯还是比较靠谱 霸尔加斯 化身为这张图的战神 对吧 这城墙上一战 嗯 脸上写着物理免一死 对 厉害厉害 然后回头一看队友全死了 是吧 嗯 只剩他一个了 对面一个选了个小法师 嗯 然后一个顶 是的 然后注意的是啊 这张图的话 这张图的话中间是水 然后缩终缩到最后中间中间六格地形的话 上面下面两个草地中间两个水 这是没有地形的 嗯 这是没有地形的 是的 是的 然后如果是 真正车位里面是 对 如果是打车位局的话 车位局的话是要比较靠前的 比较尽快的移动到中间六格 是的 六格当中 对 对 那也就是谁先进的车位谁优势就比较大了 如果一旦你卡住关键的位置 这边直播间小伙伴有几个问题啊 他说能上SP吗 SP英雄是不行的 SP英雄是不能选 但是你可以用他普通的形态 然后SP的技能也是不行的 SP的技能也是不行的 是的 还有的问题说 联动的SR 联动的SR是可以上的 联动的SR可以上的 然后第一场的话 第一场的话是 那个 SR 阿卡 对决 我觉得就是SR的对决 难道他们会用阿卡吗 我不信 以前有些阿卡在世界竞技场当中 也是有非常亮眼的表现的 那个会勾人的那张阿卡叫什么 利斯塔 利斯塔 大勾子 在水冰里面 而且伤口又是水徒 有没有可能 对 看选手对卡的明显 在独立眼把你把你勾出来 对 这张卡蛮满满满顶的 嗯 第一出带勾子啊 这张卡是 但你要说阿卡跟SR卡的 属性上还是差了一滴滴吧 还是差那么一点的 只能打战术啊 不能硬拼硬术 稍等一下 我去看一下选手准备的情况如何 嗯嗯嗯好的 我们这边预定是比赛 七点 就是差不多如果选手 选手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都准备完毕 那应该会在七点钟准时开战 嗯 这边选手 都已经 即将准备就绪 然后在七点的时候 我们准时开始比赛 好吧 好的 嗯 那K神要是你来组盒子的话 你觉得你会组一套什么样的SR的 核子比较合适 就是我们现在好像很多SR卡 我肯定套出我的本命英雄 对吧 战略对吧 我肯定套出我的战略的艾玛林克 艾玛林克 对 你喜欢用的 也别说艾玛林克这张组长 我觉得还是可以用的 对吧 确实 他有机械骑士这个小兵 他艾玛林克有机械骑兵对吧 对 但是比较吃亏在哪里 艾玛林克的话 他就是得吃到帝国超绝 他才能触发他的3C再动效果 对吧 对 如果没有超绝的话 艾玛林克强度会稍微差一些 是的 确实是 但是如果打推进的话还没问题 就SR卡跟R卡里面 你是不可能吃到帝国超绝 对 就是说你可能能吃到攻击强化或者说 对 蓝丝的话能放超绝 但是蓝丝的超绝他没有那个 那个专属那个图标 所有所有那个认定有超绝都是按照有有那个阵营图标的超绝为主 是的 蓝丝的话他就简单来说他对他对他没有特殊的就是那个超绝的特效 蓝丝的话只是就是说帝国喊之后是上了攻击防御和魔防三个buff 他并不能说并不能说那个上属于超绝 弗丽亚的话 弗丽亚真的可以弗丽亚的话 弗丽亚的超绝是属于正常技能 弗丽亚是可以的 弗丽亚是可以猴超绝的 对 看来看来这些水友质量很高啊 很聪明 阿卡是不能用SB技能的 那这次联动里面的S阿卡有什么可以挖掘一下的吗 联动S阿卡其实我是觉得 之前 我记得印象里面有个爱丽丝吧 对其实起初起初几个版本的 我是觉得起初几个版本的联动S阿英雄都是比较强力的 对 那时候像 我觉得很良心对吧 对对一开始送的像阿里维尔 还有那个克罗斯 对 克罗斯 都是非常非常优质的 是的 而且在巅峰里面非常优质的选择 克罗斯他那个 我知道他3C的驱散模式好像是先驱后难的吧 是 没知错吧 呃 对的 呃 不对 让我想一想 应该也是先来后驱 唯独先驱后难的应该就是索菲亚的3C 索菲亚的3C应该是属于先驱后难的 我知道他有一个智能是先驱后难的 但是3C好像是先驱后难的 不是 好 太长远的英雄了 我们都忘记了 来看一下选手的比赛吧 嗯 应该差不多 应该双边 两边应该准备的差不多了 应该开始 嗯 好 稍等一下 我看一下 好的 选手还在准备当中 嗯 那么在稍等变客 应该比赛会马上就开始 这次也是比较痴呆韩服选手的发挥啊 K神 不知道市格这么多年韩方的选手这个水平有没有 对啊以前的话我记得 刮不瞎看的提高 以前几届都是我们国服 对 获胜为剑 这个最终结果 对 对 都是你呀下了黑手打人太狠了 都不慌慌水吗 啊 我我都用了爱马林克了 你还能怎么样 哈哈哈 跟人说我用一套战略队就已经拿捏了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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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服和韩服过来 当时的时候网络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是的是的 就经常打到一半掉线什么 这次的话官方也是非常给力啊 直接搭建了一个比赛服务器 直接在比赛服务里面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是的 所以大家的英雄应该都是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那个可能属性上自己还有一点附魔线可以调整一下 嗯 注文的话注文好像都是那个 注文应该是没有注文的吧 他们注文 有注文吗 我们看一眼 让我让我看一下 呃 注文应该都是满级 应该是注文全部都是默认满级 呃 注文的话默认打到五级满 默认打到五级满 对五级满 这个是对对 这个的话是五级满 对对 嗯 其他好像就呃 基本上大家是属于偷 像公平竞技场一样 就是基本上是属于这个 也不完全是你有就是有一点点附魔圈 大概有 有少量附魔圈啊 对对可以自己稍微再洗一洗 嗯 就稍微 直播间的小伙伴有什么想想那个想想再问一下的吗 哈人别急啊 稍等一下 比赛开始我们这边就切过去 嗯 比赛开始了 稍等一下 哇 哇 哇 这个盒子啊 盒子好清新的盒子 盒子好清新的盒子 大家首先办的是谁 把名字打在公平上面 哇 这一半巴尔加斯 为什么呀 对啊 对阿伟 对阿伟 这个有点太尊重了 比赛表示尊重啊 比赛表示尊重啊 有点太尊重了 互败 互相一半巴尔加斯 哎呀 黎大浦 这就 哎 两边盒子有好像一眼望去有些一样有些不一样啊 还是构成上面还是有点区别的 然后国父选手这边上了一个我们刚刚聊到的意思 一个勾子 初代勾子 对 我都忘了他叫什么了 我只记得另一个勾子 这个这个是个初代勾子 反正黑勾人 对 这个阿卡 这个叫啥阿伟 不重要 不重要 我只记得对吧 这巴尔加斯高光时刻 巴尔加斯高光时刻 好了已经吃饭了 双方各自一半表示尊重 双方各自一半表示尊重 海豪选手这边一直拉了泡面 皮神皮耶鲁 皮耶鲁 皮耶鲁的话 很多我记得陶克作业都需要他的 是的 初代勾子很厉害的 嗯 好 这边的话是选择了泡面头 阿尔弗雷德 魔人波 选择了 莉莎 怪怪 我突然发现这些名字 英雄的名字 我都要熟练一下 嗯 问题来了 第二位选择的 是联动罗德岛的战绩 这个英雄绝对了 那我考考你眼底 这个英雄叫什么 他 这很明显叫白毛呗 没毛病吧 我记得 我记得他好像是叫 嗯 记不出来 我真的没意见他叫什么 完了 大部分 告诉我一下 告诉我一下 初代勾子跟初代白毛好吧 你看看 不是 我记得 我虽然忘了他叫什么 但是我记得 因为就是 罗德岛战绩 这个游戏 比罗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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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罗蒂斯啊 是很多那个 很多 就是初代的那个 暗精灵 以他为蓝本 就是设计了很多 就是 动漫中的一个 暗精灵的角色 比罗蒂斯是非常非常早期的 一个暗精灵的角色 是的 对吧 嗯 那这张图水图的话 韩方选手一定拿了泡面头 这个泡面头有点厉害 射程非常的远 嗯 对 阿尔弗雷德在开启了那个 阿弗 水中泡袋 水中派对之后 移动力可以高达9格 非常非常远的 非常远 嗯 这边摩仑波选择了一个 艾玛林克 这不是我以前的 非常喜欢的英雄 对 可是我也讲了 他得有超绝 他才能比较好的发挥 是的 南方选手第四手是拿了一个爱丽丝 克里斯 对吧 克里斯 那三手是拿了一辆坦克吗 三手掏了一辆坦克车出来 这不是你的头像吗 这不是你的头像吗 对啊 我一看这不是辆坦克车吗 那你记得小坦克的技能吗 完全忘了 哈哈 我只记得他是辆坦克车 纵炮潮银是一个范围型的AOE 嗯 他还有AOE能护卫 对 那 艾玛林克其实也是有护卫 嗯 但艾玛林克如果 就是你拿被动的话 他只有一个范围的护卫吧 对 是的 就是不知道这一把 莉莎的话 会不会有 比较过人的一个表现 哦 莉莎这张卡 这边点了一个 某位国库学手也非常示范 对 刀麻 嗯 刀麻是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动漫角色啊 嗯 是 这个比赛是只有SR啊 这是中韩 这个娱乐赛的这个其中的第一场 最后选一首法纳 嗯 呃 哪比赛这里选了一首法纳 摩人波的话 最后选谁呢 利法尼还是 利法尼我觉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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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支也可以 变化支是有一首换位在动的 嗯 但是 但是 但是他的手比较短一些 但他有女王可以抽下鞭子 对吧 可以加两个移动 那就问题来了呀 你这个鞭子 抽谁好 抽谁好 好像抽谁都挺香啊 嗯 抽爱马林克也行 抽利莎也行 利莎也是德鱼 三种形态非常强 好选择了最后一首补了一个利法尼 他利法尼3C有一个拉人效果对吧 对 哎 哎 我脑中 努力回想 我也在努力回想 这些 这些 这些阿卡的 到底有些什么技能 3C是什么 哎呀我努力在想 我觉得这个比赛有点为难我们 哎呀 那这边的话 巴尔加斯阿维比较看好哪一边呢 作为 作为 作为饮水鸡泡的阿维 我觉得没有 没有巴尔加斯 这一 比赛毫无疑 哈哈哈 眼底比较看好 韩服选手Nabiton 还是这边的话 我们国服选手 魔人不翁呢 嗯 我只是说 没有巴尔加斯的一边赢了 好像也没毛病 嗯 对吧 这样谁输谁赢都 给我甩不到我头上了吧 不行 那你一定要看好一边 一定要看好 对 那我觉得我绿莎无疑啊 但众所周知 对啊 阿维的毒奶 炎帝的毒奶是非常厉害的 一股神秘的东方力量 我觉得有 讲道理啊 客观粉饰 我觉得有绿莎这边的毒条 绿莎还有个毒 绿莎这边 对 嗯 这个绿莎抽抽一边字 然后变成狼形态 上去咬人 对吧 哦 哦 对 那拿北汤这里的话 我觉得他其实射程压制 也非常远啊 尤其是像阿尔弗雷这种英雄 在水里面 他开个海滩派对走的能非常非常远 直接能进行九格压制 其实他这把能杀谁呢 嗯 让我想想啊 好像我觉得除了艾玛林克都能杀吧 应该是 但是问题就是艾玛林克其实也有护卫的 是的啊 他过不了护卫他能杀谁呢 哦 来看一下 进入战斗了 这边的话 左边法纳带的是双AOE 万剑和3C 以沙拉带的是 哦 重炮肠米和火力压制 两个AOE 左边克里斯直接开了一手群体强化 发疯了好像 我看一眼啊 炎帝说发疯了 加三封 揭命加三封 他出现了 没有没有 哦等一下 有有有有 以沙拉有 还是炎帝系啊 我都没有注意到 这炎帝说一下子就飞起来了 对 而且 李沙拉他是也在移动方式啊 现在直接一炮可以A到右边 结束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个 坦克车这么强吗 对现在是走八格 走八格是直接可以走到这一格 走到这一格 放AOE直接打到莉莎 这AOE伤害 怎么样 哈哈哈 这坦克车真的是一把 对 你的那个是 你的头像是小坦克啊 你应该清楚啊 我只是喜欢开坦克而已 开坦克车 F进入坦克是吧 是的 明白了 好这边 这边 这边法纳也清风了 呃我们我们看一下技能啊 看一下技能啊 韩芳 韩芳选手这边 有点不做人的味道了啊 所有人其中啊 嗯 我这边先看一下技能啊 炎爹 嗯 丽莎的话是 带了3C加一个过替 回刺 然后直接开启了熊形态 直接开启熊形态 熊形态 加了个2 然后 呃 艾梅达尔 女王艾梅达尔的话 是3C加群体治疗 带了一个冰冻 那是魔人波 所以是有治疗的 有治疗的 艾马林克的话 是3C加 互卫还有破阵 那他的那个3C的话 是因为没有超绝的情况下 是没有 没有办法触发再动 但是可以释放的 是的 呃 然后 丽莎尼的话 是再动3C丰刃 刀麻的话 就是 就是正常的3C 还有真轰破 超弹动真轰破 还有一个被动 呃 那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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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塔韓副选手的这边 那个技能 法娜的话是3C 阿尔弗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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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弗雷达他没有带海滩派对 他带了吗 带了 带了 但是他没有用 他直接选择我前走 是的 直接是在水里 哇那接下来是走得非常远 阿尔伏特可以走10现在 阿尔伏特现在可以走10 我发现一个问题 为什么韩芳选手这边 所有人都出清风啊 我就感觉到一股神秘的 这700概率吗 还真的是每个人都有风 每个人都有风 他是加三 完全不怕 不是这 这难道是100%的 百概率的清风吗 炎帝你别装了 你又发功了是吧 我没有 你不是你没有 我跟你讲选手们第一把 都把你给绊掉了 他们都一绊我了 他们双方都第一把你给绊掉了 以示尊重 结果呢 你看看你 不做人了是吧 这个有点过分啊 真的有点过分啊 吓死我了 直接丽莎 扁斥了一下 但是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吃住啊 阿尔伏特这一下3C 我不确定他能不能吃住啊 怒涛冲击 1785攻 因为这是满猪瘟的属性啊 功务非常的高 2000攻直接一发 怒涛冲击 哎呦打了三万二 我核心被秒了 完 丽莎的熊形态好像不是很肉啊 熊形态不加什么防什么 我觉得在全部起风的前面 在肉也没得办法 没得办法 是的 但是这边 但是这边的话 当马赶紧予以还击 收掉了阿尔伏雷德 那接下来看 看 那边上这里是否还有后招 好 你这样还有加三分的坎克车 继续 继续再刷技能 继续再刷技能 可是现在行动平次上的话 由于莫人波 后手被击杀了一个没有行动的英雄 他由后手转为了先手 转为了先手 那下回合的话是莫人波欧先手 但是这回合 左边 Nabiton的话 还有两个连击 比罗第四应该是打不到人的 走五再动三 等一下 他好像打得到英雷达尔 如果带的是分次的话 是打到英雷达尔的 能打到吗 走这么远吗 对 走五再动二 打三 等一下我看一下 这时候都要研究 对打四 没记错 打四 他3C是打四的 是的 如果带的是分次的话 是打四的 射成功吧 不是分次吧 对对对 我讲错了 年帝提醒了 对 是隐秘 潜伏者之次 潜伏者之次 对 那我数一下格子 走五 再动二 对 再动二 然后再动二 对 现在是打得到英雷达尔的 但是问题是 英雷达尔 但是问题是 比如第一次 他不是在水里 不是在水里打 这个英雷达尔的话 英雷达尔 有一点点能活的可能性 但我觉得好像有点悬 有点悬 对 其实我也想开危险范围或者格子 但是这边的话 客户端好像还没更新这个功能 我觉得大家可以提个建议给官方 这样观战的话 危险范围或者说格子 大家可以开一下 对 然后方便 你也开不了 对 这的确是比较影响 只能在我这边视角 那个 哎呀 开炮了开炮了开炮了 哇 这个3C有点顶啊 这个3C都坏了 开炮了 这就 好带感啊 坦克这个3C 这一炮这一炮 刀麻也残了 女王奶不起来了 我感觉 我的天 这一炮要命了都 哇 这坦克这个3C好带感啊 接下来只有靠艾玛林克了 艾玛林克身上有个20防御 是的 来了 好 比罗蒂斯 比罗蒂斯 我不知道再是不是潜伏者之刺 但是没有攻击 没有攻击强化了这一发 应该是打不死 艾玛林克 艾玛林克还是 看一下 对艾玛林克挨打的时候 是比较肉的 还差一点点 差一点 可是上了一个静疗啊 哇 静疗是怎么上上来的 静疗的话 应该是比罗蒂斯的3C 漆黑之刺 3C的特效吗 对 对对 好 利法尼选择天上 这边罗人波 情势有点不太乐观 看看利法尼先打发3C吧 对我觉得只能打3C啊 不可能打单点比罗蒂斯的 这比罗蒂斯在水里 这没法攻击的 打了可能会自爆 好 所以我们补充到是天赋给的 天赋 天赋 天赋给的 实在是不了解 这些英雄我从来没见过 怎么办 附加一个强力弱化 对 S2卡都能附加一个强力弱化 对 我是真没见过这东西 哦 这边还有一个 debuff 但是利法尼 提法AOE好刮痧呀 就在做马杀机之后 就在刮痧 这边的话有一个注文效果 利法尼的话是求周围 英雄移动力减移 可是没有用了 痛的话我估计炸的 应该挺痛的 待会四倍智力的话炸一下有5000的伤害 但只要远离他就行了咯 也不是远离 你只要动了 他就会那个就会炸 伤害还是挺痛的 但问题是 终枝爆弹 但是问题是 在这个伤害打出来之前 左边已经先出手了 对 而且他这个终枝爆弹是 不可驱散 不可免疫的 就是这个互相 那零发免疫一定会吃到 这就是老版本英雄吃的亏了 老版本这个固伤 他是会免疫掉的 现在如果新出 利法尼如果新出的话 他这个固伤大概率是没有办法免疫的 或者说他即使没有办法免疫 才会有一些其他的途径 来给你增加一下 他的这个补足下伤害 毕竟当时一周年刚开始的英雄 这方面是会有点吃亏 南比堂在这一时候 他思考了非常长的时间 因为他现在局势比较乐观 他现在只需要考虑去 要不要把艾玛林克补刀补掉 这边利法尼因为已经行动完了 你也打完3C了 所以说不着急处理 可以不急着管 他现在要先去与艾玛林克 或者是当麻 你才当麻 我感觉上可能处理一下当麻比较好 当麻现在是战斗力最高的 艾玛林克的话相对来讲 他还是一个 没有什么威胁 对对对 威胁度不是太高 但当麻现在这个状态也比较差 他也只打一发AOE吧 他选择鉴于答案来一块 直接把那一发万键 那开始说 哎呀 没扛住啊 完没顶住 这下局势非常不乐观了 对 伊美达尔这回合是点不到人 也没法 也没法输出的 点不到人 那只有靠当麻了 当麻的话 也只有一发超弹动真空步 这话AOE能不能扭转劣势呢 好难啊 诶 诶 等一下 因为打耳蛋是白嫖 有东西 诶 差一点点 但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比罗蒂斯 已经是个死人了 他炸弹会炸一下对吧 炸弹还会炸一下 对 终于爆弹 哇 这坦克车都开上去乱上 选择先把 这个剧痛 这顾上好痛啊 一发现这顾上还是痛的 差 差 没用啊 你现在这坦克车怎么办 这坦克车齐连了 嗯 这这局 因为开局的话 那韩方车就齐了 哎呃 戴基直接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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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开局齐的一阵妖风太难打了 所有人轻风加一个加三风 这怎么玩 好那看有没有机会把这个坦克车收掉了 这立法尼有封刃 我觉得有机会 立法尼是有机会把 而且他有女王一个天赋 我觉得有机会直接把以莎拉给收掉 把坦克车收掉 立法尼还是个白嫖 好 直接把 打爆了坦克车 以莎拉给收掉了 是的 现在局势好像有说法 又回到了一个二打二的局面 克里斯现在上不去 克里斯这个小短腿 三格三格走下 走不上去 对是的 当麻的话 下一回合应该真空破就好了 智能CD还是相当快的 对 但问题是天空武装还有一回合就没了 那武装没了会怎么样 武装没了 那就没武装了呗 这个东西我来研究一下他的天赋好吗 而且我跟你说 而且我跟你说 接下来下回合的话 立法尼他有瞄准 他又有封刃 走距离是非常远 走距离是非常远 对 他武装是加部队射神的 他没了武装部队射神 也没有命 对 对 大家这里不着急 韩芳学手这边因为有个法纳在 还是有点射程压制 出清风了 当麻出了个关键的清风 他下回合可以先手先去打一下法纳吗 我看一下 这边没有继续出风 但是好像刷了一个盾 我看是什么盾 二十减伤 哎哟经典二十减 二十减伤难受了呀 明天二十减 完了 而且他带了一个机械龙齿东 但机械龙齿东 对远全没有效果 立法尼的话 接下来应该是打得到 对 立法尼是打得到克里斯的 来了 真空波来了 哇 立法尼是打到克里斯的 这一发真空波比较带感 但是好像伤害不怎么高啊 哦这边刷了一个回血球 哎怎么都是这种buff啊 怎么都是这种buff啊 好阴间 立法尼上去分刃单点了 打分刃 可惜克里斯状态太好了 对 还起来占了个地形 占了个树 立法尼现在可以下来挂两个buff 对 炸他们 对 炸的话 下回合你先手 还是比较痛的 对 下回合先手 对 好 上两个炸弹 自爆炸弹上了 四倍智力的故伤 哎我跟你讲有说法 接下来立法尼好像可以放风筝放克里斯 立法尼没智能了你怎么放风筝 对一个是他带了天空射手 不受地形影响 他比克里斯其实是跑得远 哎 看样子这把寒火选手 Navitown陷入了苦战呢 即使在开局那么大优势 人人都起风的情况下面 我觉得接下来啊 魔论波欧这边的话 要考虑白嫖掉一个人 然后回撤 放风筝就可以了 立法尼虽然不起眼对吧 但故伤一点点烫 一点点烫 哎还是烫掉了不少伤害 嗯 那现在要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他现在 选择万剑打 立法尼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是的 接下来的话 接下来的话 哎等一下 那这里 这里我就立法尼上去收掉法尼 打不到 万剑把清风给去掉了 哦 阴间了 那直接点克里斯 占城墙 点克里斯呢 让天空射手占个地形 点克里斯 哎 为什么不占 不占城墙点啊 因为装备太残了 其实城墙点也没有用 那 那你总 让公兵占个地形 总比平地点好吧 不是 他是为了 我解释一下 魔论波他是想立法尼的天赋 继续给法纳挂一个 但是我觉得这一发一定 一点点完之后必须得躲开 这个 这个 克里斯的射程范围啊 现在克里斯 只要一发3C打出来 把法纳给奶起来 那接下来 魔论波就没有翻的余地了 完了呀 对 我觉得宋独也好啊 你宋独是可以的 宋独是可以的 对 宋独总比他奶出这一口好 哇 还有奶垂 啊 没了 宋独也不行 宋独他克里斯已经出封了 他是打得到当麻的 当麻太靠前了 那没办法呀 当麻你不靠前 你也打不出发AV啊 下一回合当麻有武装了 但是撞得太残了 就看当麻双弓兵 能不能把法纳先射死呢 你双弓兵射个双飞兵 有点难 法纳本体状态太好了 法纳本体的话 一万三千选满的 啊 哎 差一点点呢 差一点点 那恭喜韩方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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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度以为 魔论波在那么大历史下能翻 哎 可惜了 也打得相当不错了 那恭喜韩方选手 拿下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那只能说第一场比赛 韩方选手 运气太好了 他上来 第一回合 所有人清风 加一个加三风 这 对国服 这个 来说就是一个什么 地狱般的开局 噩梦开局 那问题 谁奶的呢 加三风碾压了 啊 谁奶的呢 这 我我赛前说 我看好谁来的 啊 好吧 刚刚那局表现 诶 一些平时我们都见不到的 SR卡英雄 不知道哪些英雄给 炎帝留下了最深刻的影响 看得有点晶晶有味啊 对对对 就是平时看不到这些SR的上场 对 可能看到了 × 这 就是 这SR卡 哪个英雄给炎帝留下了最深刻的影响呢 我觉得 我觉得法娜这个东西有点硬件 法娜 我觉得刚刚利法你的表现很抢眼啊 恩 利法 你这个炸弹怎么说呢 这 这延时伤害还是不太行 别人都已经行动完了 比如说 他弄完打死的一个人,他再炸一下 不,不,对,对 嗯,就是这个严实伤害 差一点点,差一点点 好,那 我说一下我的吧 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还是 那位巴尔加斯,双方都一半 一个十分钟,没有出场 你有脂毛印象 好,那我们看一下 第二场比赛啊,第二场比赛 同样的,在开赛前有一个 福利啊,是一个 随机的SSR装备包 好,兄弟们赶紧对话啊 对话码赶紧输进去 对话码是 LWC CHONG 前面三个字母也是一样的 Langarisa World Cup 充 LWC 然后是充的拼 这个对话码由适中或者公众号 都可以兑换 对,同样的 微信上是关注 梦幻模拟战手游 然后下面是有一个对话码 或者说你在 梦幻模拟战手游客户端里面 点 这个讲的不错啊 是个全一支的SSR装备包 这个东西欧皇开一下 设定啊,很爽 炎帝你,你许愿一件什么装备呗 你想要一件什么装备 我想要一个视频 好,巨人腰带 不知道他最新的装备能不能收出来 巨人指环 精灵腰带 这都给你好吧 你看一个70元腰带 我祝愿你腰带5元开 好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两位选手啊 是国服的 TOP,哈利路亚 对着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的话 是国服的冠军选手啊 是的,也是个新虚大佬 对,而且的话 哈利路亚应该是没有 玩过这个怀旧版本的 以前的版本 应该是没有玩过的 没有经历过最初的冰打 这次对于哈利路亚而言 也是一场 比较有挑战的比赛 对吧 对我们而言 是一场怀旧之力 对他而言 是一场全新的挑战 对吧 是未知领域 虽然说出的新卡 他都是六星 但是呢 对之前的版本 这最初的六四个人 他一无所知 什么波波啊 魔女啊 雷加尔啊 对吧 让他领教一下雷加尔的厉害 对 诺艾米的话 中韩 兰德杯 一直参赛的 我记得以前 有 他有参加过比赛的 就前几节 诺艾米也参加了 对我对 对对对对对 是的 他也是韩方 韩方那边 一位老玩家了 因为 在他们韩服里面 算是老玩家了 对 而且 他是 十六 十六强的常客 这一次好像 他上一届好像也是四强吧 也是四强 对对对对 非常有实力的一位选手 对是的 韩服四强 上一届的四强 我们看一下比赛地图啊 相对来说 我对比赛规则 对韩服来说 韩方选手也比较有利 因为他是个老玩家 他比哈利路亚要熟悉那个环境对吧 天空图 对啊那相对来讲老版本的话 我觉得诺艾米可能更加有优势一下 对啊 不知道 不知道哈利路亚这次准备了什么样子的盒子呢 是的面临了一个巨大挑战 而且比赛图是个天空图对吧 已经确定好了是个天空图 对 我觉得天空图啊 这天空图上面每多一位飞行单位啊 战斗力增加20% 是的 这张图最好是五个飞起来啊 五个飞起来 机动性拉满 那这张图适不适合归呢 我觉得天空图可以归啊 好 选手好像已经开始比赛了 我们可以切到分析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好 第二场比赛即将开始 嗯 已经可以看到双方选手可以进行比赛了 嗯 好 这边的话 哎呀 又是好亲切的 哦 传说大队 哇 这个有建帝吗 嗯 建帝能不能上吧 建帝可以上 建帝可以上的 哦 对对对 你第一反应是 你第一反应竟然是建帝 你没看到这个英雄吗 这两个英雄你没看到吗 雷加尔吧 对啊 这个雷加尔加法纳 你难道难道没有印象吗 那雷加尔加法纳 雷加尔加尔失败掉 雷加尔失败掉 这场面孔我是真的好久都没见了 啊 好 再次跟大家讲一下这把的规则是 呃 最初的竞技场 嗯 竞技场的话是 就就是这场的规则的话是 只能选出到 呃 传说 就是 那一匹 呃 是那个 Sigma 和那个 Sigma 和 Lambda 那一匹为之 就是都是老英雄 都是老英雄 只能使用最初的60个英雄 对 然后英雄的话不能用SP型态 也不能用SP技能 嗯 对 3C是可以用的 3C是可以用的 是的 3C是可以使用的 嗯 魔女吃饭了 看来哈利路亚做过研究啊 知道 对对对 然后这边选了波赞鲁 刚刚都选了波赞鲁 互相应答波波 好看的 这我看来就不懂 不懂 雷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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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加尔加法那 雷加尔 雷加尔 谁挨炸谁知道啊 对雷加尔 对啊 这种这种只有挨过挨过打的才明白 嗯 这个福奇比 诸文是只有5级的对吧 对对 诸文是5级 诸文是5级 全部英雄都是5级 诸文 诶哟 哇 这里诺艾米这里 很坏啊 直接选了波波加狗 然后把亥鲁亚所有的奶麻都给拌了 还有个雷杰尔是个拌奶 雷杰尔不是奶 雷杰尔是输出 对吧 魔力震荡 哇 这里有魔女各自狗 这一手比之后一双精髓 对 魔女 除非诺艾米非常有先见之名 带着阴运之心 不然的话会被魔女尼斯蒂尔指导之后 就非常难受 但是他拿了一首雷杰尔 对 雷杰尔有一首福音 对 有一首福音可以套给狗 这就难受了呀 而且诺艾米这边是先手 诶 等一下 这手点了一首小爱 小爱的话是可以 反莽的 这边的话虽然诺艾米是先手 但是由小爱群体加一之后 SDR群体加一之后 讲不定哈利路亚 这边可以转手为攻 对 是的 嗯 奥瓜 奥瓜也是有加速的 奥利维尔也是有一首群体加速的 是的 那两边现在机动力上都不吃亏了 对 但是奥利维尔的加速只持续两回合 小爱的加速可是持续六回合 对 而且小爱有个万能超绝 嗯 还是比较舒服的 嗯 接下来拿谁好呢 白毛会不会上呢 这时候你觉得拿谁好 我觉得只能拿白毛啦 拿白毛他是有点怕狗 怕被狗吊住 对 是的 但是白毛的话是处理波波 雷杰尔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对 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只要让我拔出刀 对吧 我就让你知道我刀的厉害 最后选择大公主 哦 等一下 这个AOE啊 好像有问题啊 这个魔女 这右边应该是没有驱散的吧 这魔女如果受到大公主 大公主这个法洛尼尔 一发3C的话要被晕啊 对 世界了 大公主的3C是可以晕魔物的 对 这不会是个魔物波波吧 如果哈利路亚这边是个魔物波波的话 又浮起来就 它这边有可能是3C 波波魔物应该不至于 魔女的话是只有魔物能选的 对 魔女是没得选的 没得选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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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还有个问题啊 呃 左边这除了狗都能飞啊 确实这个自动性已经拉满 大公主是有天空射手的 嗯 我感觉 罗艾米这边准备的相当充分啊 我不知道哈利路亚接下来该怎样 去迎接这一波呢 但是我觉得哈利路亚这边最大的赢点就是双魔女 因为他魔女这一脚 踩跟3C 难难难 能不能发 有大公主 打公主 斗路法尼尔的话比较难 我觉得只有靠白毛 靠白毛嘛 那白毛这把会被狗摊的比较死 他往前顶的话 往前拔刀容易被狗跳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 他总归人要上来点 总归人上来白刀拔回去要 对 呃有弹幕弹幕说四个魔物不可能啊 如果说如果说这边虽然说波波有魔物对啊白毛有魔物 呃零也有魔物 零也有魔物 但是 四个魔物被大公主一发大 你四公主 四个魔物 这就画面大北不办 画面大北不办 这也太太那个了吧 太不把对面放眼里了吧 这要是看到哈利路亚是四个魔物 我直接把显示吃乖了好吧 不忍直视 你又开始了是吧 我不忍直视了 好吧 那 炎帝这一次比较看好哪一边呢 这必须要支持一首哈利亚 啊 好 我们星星的星辅大佬冠军啊 对他要有信心啊 好 等一下 我们看一下双方技能啊 好的 旋徒法利亚是超绝加3C 呃 明代了 然后是古俱拉的话是3C 两口喷 两口AOE 而且是个骑狗 而且是个骑狗 骑狗 很关键 骑狗 雷迦尔的话是 哦 他福音加魔力震道 没有魔力震道 3C好吗 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哎呀 没有我没有我 这魔力震道看来炎帝这个 这个大这个东西就不该有 好吗 应该三表 好 然后波弹的话是超绝加那个超绝加3C 奥利威尔奥瓜的话是欢乐激发 就是群体加一群体加速和乱星安魂曲 乱星安魂曲这是一个2C技能啊 狗应该不是阴运的 因为他的那个技巧是白刺 然后我们看一下哈利路亚这边的技能 哦这边小二仙开了个万能超绝 所有人加一移动 呃 零的话是双AOE 白毛的话直接拔刀被刺 再拔刀 被刺鬼步 呃 魔女的话是彩加3C 然后带了一个封印 加沉默 加了一个沉默 对 波战鲁的话是那个 波战鲁的话是超绝加3C 有问题啊 这一手零可以直接上学生AOE了 直接把奥瓜来一个沉默怎么样 呃 可以 我觉得魔女可以打先手了 不是 魔女应该现在现在砸不到 魔女走5C 果然 零时间扔了一个AOE 三大一致 哎呀什么都没有 白板 哎呦脸好黑啊 沉默也没有 断腿也没有 啥都没 白板 如果这一段 默到奥瓜就很关键 因为他开不去加4C 可是说实话啊 这边的话雷加尔大概率是福音要套一下的 福音先给狗套一下 他先开 先开加速 群体加速 顺便奶了一口 把自己状态又奶 奶得非常健康了 难搞的呀 接下来雷加尔 雷加尔套个福音上了呀要 是的 这个雷3C而且没有时钟啊 因为雷这个英雄有一段时间也是风靡竞技场 时钟雷 一个3C可以推人 而且一堆debuff 再加一个 他这个灾难一致 因为非常的远 当时是非常远 是吃没有换 所以雷也是风靡一时很传 可以说有没有被时钟灵一直删 一直刷 那不是我吧 是你刷别人是吧 太过分了 我是加害人视角 对啊 关于雷加尔 严谨是受害人视角 哈哈哈哈 不要跟我说雷加尔 那这边对啊 那艾米这边有雷加尔 不知道他会怎么选择 雷直接拔刀了 白毛拔刀了 我觉得这首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而且白毛拔刀出风了 九格压一射程 可以 看下距离 这个清风非常关键 十八九 九格射程 正好压到那个 雪罗法尼尔的前面 我有个问题 白毛能用射程弓吗 魔物可以 魔物白毛可以用射程弓 嗯 他这个是 他这个刺客的 那也只有两个范围 应不到人 呃 有小伙伴问 那个能拔死狗吗 可以的 死狗应该是拔的死 对 这个白毛是有超绝的 是有波波的黑暗 暗黑超绝的 对 死狗应该是能拔死的 他这边狗上去的 现在进魔女范围了吗 没有 差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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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C差一个 那雷加尔应该是要给狗套福音 对 雷加尔肯定要是给狗套福音的 硬盘 中方選手這邊已經把陣型都已經擺好了 下回合就一觸即發 我覺得 雖然說這邊諾艾米這邊先手能打得非常強勢 但有個問題是他這邊每個人都沒人能吃能開超絕 超絕其實吃的人非常少 主要還是靠那個 主要主要還是靠 但他兩個核心 對他兩個核心波波跟大公主都適用超絕的 對 然後奧利威爾這邊 奧利威爾這邊的話 他的天賦 他的天賦是滿血的時候加30攻 一旦他不滿血那攻擊撿得非常厲害 這裡還有一把紅劍 直接所以可以看到奧利威爾的傷害是非常低 現在就1100攻擊非常低 對 那現在這個清風白毛威脅非常的大 現在哈利路亞這邊最大的威脅就是這個白毛了 白毛這個點怎麼處理 這個清風白毛現在一刀一個小朋友誰上誰死 對 而且的 而且的話不上的話明顯哈利路亞已經 哈利路亞的破綻路已經就位了 可以直接砸中砸中 四個人 除了砸中 然後連鎚入射程範圍之內 血入砸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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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 對直接被暈掉了 哈利路亞 果然直接往後走了 直接往後走了 看來他還是做過研究的 他對陰形技能還是有研究的 他知道會被暈 對 这里的话波战鲁士可以走到这里 然后直接砸中四个人 然后零的话是有三手 有一手AOE 直接跳了 跳上去直接 直接把白毛 滑板鞋的狗 滑板鞋直接把白毛定住 好骚的操作啊 这个滑板鞋的狗 难受了 这一下白毛超级难受 零有位置可以推开狗吗 零的3C是可以位移的 是可以位移 但问题是推不了 对没有位置推 没有位置推狗 他选择把其他人都往前推一下 是的 这些Buff 但失踪了 失踪没有用啊 有用有用 两个断腿 两个断腿 大公主跟奥瓜 现在是个残废 关键关键是对 对对 这边的话倒是可以那个 倒是可以慢慢来处理 对 的确是 那现在所有人打死这只狗就行了 狗的话 好处啊 我不知道白毛是封刺还是 近战弓 近战弓的话倒还好 近战弓的话没问题 封刺的话现在没有输出啊 只有波战鲁和小爱的单点 有点难啊 嗯 对 他现在 关键 关键怎么处理这狗了 现在 对 狗有点难点死 我这些狗点狗 点狗有点难 呃 有什么好办法吗 现在狗是连异固伤的 魔女踩也踩不了 对 狗独不了 哎 波波也断腿了 哎呦 难受 现在波波去走啊 接下来雷杰尔的话 雷杰尔的话是可以在这个位置对这个位置 炸一手然后驱散两个buff 驱散两个buff 雷杰尔对他可以到前面顺便炸一下零对吧 炸一下零然后驱散一下奥利维尔和雪露法尼尔的buff 是的 但不一定能驱到断腿吧 他能驱几个debuff啊 驱两个应该是 驱两个弱化 对 那驱两个弱化不知道能不能驱到断腿 波波的断腿太致命了 而且波波的被动也被封了 哦 封被动之后他这个封印就不能让人沉默了 是的 是的 魔女没办法点狗啊 因为这狗身上有福音啊 狗身上有福音 是的 是的 现在最大问题是怎么处理掉这条狗啊 现在这条狗吃在脸上 狗不处理掉白毛也没法动 白毛没法动 那他得通过两回合 对 对 看来狗子这个东西莽夫还是很厉害 特别是滑板鞋的狗 不能踩 哥 踩不了的 免疫 免雇杀 这一口 这一口 不 我里为了奶满了呀 白给了呀 玩 玩不能踩啊 这一下 他 我看到鲜血践踏一辆 我知道要玩 玩 这一手是非常严重的失误啊 看来星区大老对狗 这个东西还是太神奇啊 这没办法啊 哈尔路亚没见过这东西啊 是的 他说我没玩过 这是什么东西啊 没见过这东西啊 为什么能吃到我白毛脸上 对 哈尔路亚因为是近两年星区的冠军啊 所以他老版本的话是不知道是什么英雄啊 是的 他所有AOE打狗 不知道什么智能啊 完蛋了 那所有人都还满血 全拿满了 全拿满了 嗯 就把本场MVT好吧 自己狗 本场MVT 那等一下 这边的话 这边的话 等于说是不准备上了 这一番是不准备上了 因为雪露法尼尔 呃就是说 奥里维尔的位置已经把那个 雷加尔给卡住了 把雷加尔卡住的话 雷加尔已经把 那就 奥里维尔已经把雷加尔的位置卡住之后 就是不准备奶淋了 就是不准备奶淋了 哎呦 他 完全不需要奶了呀 又出风了 这边 这边已经 这边 鞠拉已经把所有队友奶满了 他还要奶什么呀 倒不是说奶 这边还有一手驱散吧 雷加尔毕竟有一手驱散 对吧 现在驱散也不关键了 现在我觉得驱散不驱散也不关键 这只狗都处理不了 你处理不了狗 波波下发3C就要打上来 难受了呀 白毛只能拔了 白毛是近战弓吗 好像不是近战弓 近战弓 为什么不早点拔 是近战弓 近战弓的话 第一发就可以拔了呀 真的是 对呀 骑狗你凭啥扛白毛啊 骑狗平时 凭啥扛白毛呢 不过不着急 不着急 狗处理掉 我觉得有机会 现在白毛是绝对核心 让白毛保持一到一个的节奏 让白毛保持一个 就是拔刀杀人拔刀杀人的节奏 再看看能不能挽回略势 那我觉得接下来还有得打 没问题 接下来白毛 白毛进入白毛的一个状态了 对白毛状态了 白毛状态了 白毛状态了 毕竟AOE要打死白毛还是不太可疑 接下来白毛我觉得要无双了 我看出来了 哈利路亚是想给我们来点直播效果 是的 对啊 我让你 让你先上来 我让你慢慢吃 但是他如果是近战功的白毛 第一刀直接拔狗就行了 因为狗是亲不两手的 对的 波战鲁这边也清风了 好 下一回合怎么说 这个波波 现在哈利路亚波波 是可以起点炸全家的 2 3 4 炸不到雷加尔 可以炸三个 呃 炸三个对 炸三个 奥瓜上了 奥瓜会不会单点波波呢 单点 没有单点 选择AOE 我 觉得不好 AOE不好啊 这一手 完全不如单点波波来的行 对 接下来波波 反手一个AOE 对 对 大方选手打了一部非常 就是怎么说呢 这发奥瓜AOE打得有点伤 不能不能 波波要死了呀 接下来的波波啊 哇 波波死了 白毛一定要平衡点死波波了 对 白毛现在是一个清风 加捉命 上的狂猾 得先动波波 波波波波现在已经进入了那个 白毛射程 白毛又出风了 对 本场MVP白毛 - 接下来也不是不过时间,是白毛直接- 白毛乱杀时间 - 我给你们白毛乱杀时间 - 对 - 现在这个白毛单点他,你不可能用AA杀死他 - 白毛无解,无解这个白毛 - 白毛无解,对,这是白毛无解 - 啊,这就是冠军实力嘛,上来先示弱对吧 - 上来被一只狗吃点,觉得我很怕 - 其实一切都在计算当中,一切都在计算当中 -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冠军实力 - 对,我们还在捏把汗呢,也就是说 - 哎呀,对面刚被我AA了一下,不能不满血 - 来,狗子是吧,A一下奶满 - 我帮你拿奶满,我帮你拿奶满 - 否则不够我白毛拔刀的 - 是的 - 接下来三个残血的小朋友 - 怎么打 - 两个残血,已经被PA收掉了一个 - 白毛一刀一个小朋友 - 对,魔女的话是走 - 走五线,A不到,A不到,A不到雷加尔 - 但是选择凡点沉默了 - 我觉得这把魔女送毒都赢了 - 好吧 - 好像是没什么翻的点 - 好像是没什么翻的点 - 我觉得魔女送个毒 - 好像是没什么翻的点 - 没毛病 - 这魔女这脚鲜血践踩踩 - 我觉得应该是个失误 - 其他应该都在哈利路亚的计算机 - 好,大公主从头到尾没有放出一发鸡 - 好,这边Normi还是在伸展 - 但是白毛继续一刀一个了呀 - 不跟你玩了呀 - 白毛现在打不到人 - 不着急啊,我魔女先动啊 - 我魔女先上次随便砸个3C都行啊 - 庆祝一下 - 来个庆祝3C - 天动小爱也非常谨慎啊 - 非常的稳健 - 是 - 这边继续 - 徐罗法尼亚走位躲一躲 - 可是 - 尼斯蒂尔也有沉默啊 - 对,他有个封印啊 - 果然又沉默了 - 又沉默了 - 噢,从头到尾没放出智能这个大公司 - 是的 - 完了呀 - 白毛去拔刀了 - 拔个刀 - 拔刀看全场 - 是的 - 刀都不拔刀 - 不拔刀 - 不拔刀 - 谁来谁死 - 谁来谁死 - 而且白毛非常争气啊 - 每回合都轻松啊 - 被白毛支配的恐惧啊 - 诺艾米 - 还是想再继续努力一下 - 让我想个剧本吧 - 没有剧本 - 没剧本了呀 - 没剧本了 - 白毛一刀一个哪来的剧本 - 这个 - 大公主这个 - 大公主这个沉默 - 就 - 就 - 没了 - 如果 - 如果还有 - 那就是雷加尔一发震荡 - 对 - 雷加尔 - 雷加尔 - 怕 - 开启了对吧 - FG - 这个 - 魔力震荡 - 超导魔空间 - 变成了魔力震荡 - 啪一发下去 - 对面全死 - 对啊 - 然后 - 插插插游戏能完 - 这只有目前版本 - 国附版本的莉娜才能做到 - 哦 - 恭喜 - 哈利路亚 - 哈利路亚 - 那这是 - 那个中韩吃味对抗赛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 嗯 - 第一场是韩国选手赢的 - 然后第二场这边是哈利路亚赢的 - 第一场的话是Napiton - 第二场的话是哈利路亚 - 是的 - 嗯 - 那让我们来看一下好吧 - 因为赛前说过会是有两个成就任务的啊 - 那我们来看一下两场比赛都打完了 - 那最后的成就任务结果也出来了 - 那第一场比赛的奖品是 - 第一场比赛的奖品是 - 挑战券乘以50 - 也就是50个那个游戏游戏手柄 - 然后第二场的奖励是单数回合 - 不知道有细心的小伙伴注意到了 - 那单数回合的话就是两张圣魔券了 - 那这次总共的奖励就是双倍double - 就是一共应该是100个挑战点加4张圣魔券 - 有4张圣魔券还是挺开心的啊 - 然后小伙伴们可以在看完直播之后直接上游戏 - 通过邮件里取 - 这个也是全服奖励 - 对对对 - 这边的话 - 通过邮件 - 应该晚点就会发的 - 就很快就会发送 - 是的 - 是的 - 就是你们基本上看完直播以后 - 就可以上游戏去领这个奖励了 - 来送你们4张圣魔券跟100挑战点 - 还是不错的 - 4张非洲券 - 马上下星期就有新英雄了吧 - 大家又可以抽一抽了 - 是的 - 下一期英雄 - 狼王 - 还有 - 有好多兄弟们说 - 这比赛没看过影 - 应该来个比优3 - 来个比优3 - 比赛还是看得一人未尽的 - 对啊 - 是的 - 这个其实 - 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光伦多提提意见 - 这个比赛大家真的是很喜欢的 - 因为这次比赛 - 因为也是官方给了很低于以往之前 - 对啊 - 都更多的支持嘛 - 也是很大的支持 - 是啊 - 反正 - 有智慧的话 - 可以是因为仇办的嘛 - 也是 - 到时候 - 有什么意见啊 - 大家可以发过通过弹幕 - 光我说不行啊 - 得大家大伙一起去 - 提提意见 - 是的 - 官方工作员也是可以在官方直播间看到的 - 你们可以多提一提 - 比如说你们很喜欢类似的比赛 - 你可以是 - 经常有智慧多主办一下 - 对吧 - 给你们小伙伴们多发发福利 - 对吧 - 对啊 - 因为孟姿亚这个游戏 - 到现在已经舞弹了很久 - 能走到今天 - 好多小伙伴都说意犹未尽啊 - 可惜了 - 是的 - 可惜了 - 我们反正也预祝 - 这个孟姿亚可以越办越好吧 - 是啊 - 好 - 再次恭喜韩服的 - 今天正好 - 今天握手银河 - 对吧 - 韩方银一场 - 中方银一场 - 和那个国服的哈利路亚 - 对对对 - 今天的两场比赛都应该都已经结束了 - 都应该都已经结束了 - 对 - 嗯 - 好了 - 那最后再休息一下 - 大家注意一下 - 留意一下 - 就是最近几天的公众号 - 官方的公众号 - 会有200元京东卡的 - 这个获奖者名单公布 - 如果你正好中奖了 - 那恭喜你赶紧去斗鱼看下私信 - 就可以领取到这个京东团的奖地了 - 好吧 - 嗯 - 好了 - 好了 - 那第四届 - 难得被中韩交流赛到此圆满落幕了 - 圆满落幕 - 我知道大家都意忧未尽 - 其实我也是的 - 我也意忧未尽 - 我也看着好有意思 - 等官方 - 我也希望他们再打一场 - 想想再组织一下 - 对吧 - 对对对 - 你们可以多提提提借吧 - 好吧 - 嗯 - 也再次感谢韩服的Nabiton和Nabiton - 两位远道二来的参赛选手 - 也感谢我们国服的魔人布欧和哈利路亚 - 是的 - 再次感谢梦幻模拟战官方 - 给予此次比赛的大力支持 - 是的 - 让我们下次再见 - 好了好的 - 多提提借大家 - 多拿点福利 - 大家再见了 - 晚安晚安 - 再见 - 拜拜 - 黑手拜拜 - 拜拜 - 视频之后 - 三位大转2 - 坏 - 赖 - 坏 - 扶费 - 厠塩 - 匹